蔡英文总统以三军统帅昨天发布我们军中重大的人事 从参谋总长陆军司令到军备副部长以及海军司令都有所调动 那这一次调动除了有符合军种轮調或者是人事顺畅新陈代谢之外 更呈现着蔡英文总统对于台湾国防的布局 第一个是年轻化 从梅家树担任参谋总长到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等等 那都进入到所谓的五年级都是年轻化 第二个是国际化 所有的将领都有跟国际特别是跟美国对接的经验跟能力 那特别在过去这几年台湾跟美国之间 不管在军备或者是军事训练 甚至于是相关的计划的执行上都有丰富的经验 那这些将领现在都担任的重要的领导骨干 所以这是一个台湾在军事力量国际化 那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 那第三个也看得出来是海空整合的这个往前迈进一步 我们面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于海面跟空中的威胁 而这一次从参谋总长到各军种的布局 也看得出来台湾陆海空军整合也特别提高海空实力 而在未来的几年我们不管是要新接的装备 从鱼叉飞弹啦或者是我们的自治潜舰到美方要提供相关的装备 以及共同研制的武器系统 海空军其实占的非常重要的比重 所以这一次蔡英文总统的重要的军事人事布局 呈现出来的就是年轻化、国际化 以及整合海空军因应中国的威胁 而这三个力量也让台湾更有效率的 融入到区域民主阵营的防御体系里面 从韩国、日本、台湾一路到菲律宾 加上美军在印太的布局 这一个绵密的网络可以确保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也避免中国的军事力量穷兵独武的外扩 所以这一次人事布局有这些特色 那对台湾的安全、稳定跟发展 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跟基石